在我日常生活中 有一個形容詞可以這樣形容自己 就是解決詩 不知不覺一路成長 由工作去到成為管理人 或者是去帶領一個企業 有一個身份是從來沒有改變的 就是不斷去解決問題 當然當我在初職的時候 解決問題 一種的責任就是上司給我的 但去到現在 當我要去帶領一個企業 很多時候那個責任感 都是從壓力而來的 例如無論如何 自己能否出到薪都要出薪給同事 又或者去到年底都要加薪 甚至都要想想 掌賞同事盡量都要給他們花紅 這份這樣的責任感 是不經不覺 成為了我血液身體的一部分 有一本書 它就形容這一類人 就類似是屠龍戰士一樣 每一天都是戴著頭盔 坐在戰車上面 隨時後命 要出去和這個怪獸 來打仗 這個屠龍車 屠龍刀 成為了他身體的一部分 包括是他的頭盔 原來久而久之 當他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都戴著頭盔 當他吃飯的時候 他都戴著頭盔 他的家人 他的太太 他的小朋友 越來越對他陌生 因為戴著頭盔 沒有辦法看到他的真面目 只可以和頭盔的紋規 去偷望一下他 結果越來越陌生 對自己壓力越來越大 連他自己都不想 繼續戴這個頭盔 於是 與太太的關係越來越差 小朋友也很少 跟這個屠龍戰士去聊天 這個爸爸發現這樣下去 很不碰 於是他就鼓起勇氣 要將這個頭盔剝走他 但很奇怪 這個頭盔已經成為了 他的身體的一部分 原來是剝不到 他很不開心 他那一天 他就衝去這個森林 聽說在森林裡面 裡面有一個智者幫到他 這個智者教導他 如何參透自己 認識自己 重新找回自己 去到這個真理之癲 他開始通過眼淚 而這些眼淚融化了他的頭盔 他真真正正能夠做回自己 無論如何 我們都是人生是一個征途 也有很多要解決的事情 不過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要為自己出征 仍然你的本我 自己的內心 和別人的相處 都是用真心誠意 我們要活在彼此的鼓勵裡面 就不會變得連自己都陌生 連自己都陌生 連自己都陌生 都陌生 都陌生